系纸前安街195号旁的一条疏散道路 是附近货柜厂还有居民往返大同路的重要的连外道路 只是沿线没有路灯 再加上都是转弯处视线不佳 安全性不足 在接获成年之后 2号这天早上市议员审发会服务处就邀及了相关单位人员前往现场会看 就在系纸前安街195号旁有这么一条以前留下来的疏散道路 整条路横窄加加上多弯行车并不安全 不过却是附近货柜厂以及居民往返大同路的重要通道 所以七机车不少连路口都是以耗制灯来管制通行 只是晚上因为沿路没有路灯实现不好很危险 去年已经办了一次会看 那当时因为因为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这个部分的土地属于长帮货柜厂的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在这个安装路灯的经货方面 那时候因为没有经货已经用完了 所以说我们新年度的经货 用新年度的经货 那么长帮货柜厂也把这个同意书给我们的七公所 在经货成情之后 议员审发会服务处就再度邀请相关单位人员到现场会看 因为这个路段在去年中也曾经会看过 但是要增设路灯卡在私人地无法施作 而现在拿到同意书也在确认一下施作地点 希望这个在夜底以前 能够在夜底以前 把这条路的那个路灯全部安装完毕 那么从这里开始一直到那个大同路口 总共这个安装无产路灯 也就是说在对面这个水锅上加盖 然后安装在水锅上上面 不影响交通为原则 人民申请那个要装设路灯 其实那个道路要修补的部分 经过跟一眼无助现场会看结果 我们会再尽快来行文养工处来做处理 因为目前行载路灯是属于新北市政府养工处的全责 接下来公所也将连同同意书承报上去 尽快再沿路加装路灯 保障夜晚的通行安全 就成慧林细致采访报道